HELLO,我是哲克 今天終於要跟大家介紹這個無限之戰的星爵 那這個星爵其實已經出滿多的版本 有星際異攻隊1跟星際異攻隊2的 那這個是無限之戰的版本 就是我們熟悉的那個無限之戰裡面那個組隊友 好,我們現在就跟大家介紹這個Hot Toys星爵吧 因為看到外面的盒子就是Hot Toys無限之戰的盒繪 正面就是星際異攻隊星爵戴著面具的樣子 那側面呢延續著正面的樣子 旁邊就有一個拿著武器的盒繪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開看一下裡面吧 以配件量來說我覺得算是中等 不算是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都有強調這個無限之戰裡面 星爵使用的一些道具都有把它還原出來 那先從本體來跟大家講吧 那他還負責本人演員的這個頭雕 其實這個頭雕 我覺得他沒有星際異攻隊1來的傳神 因為星際異攻隊1的那個頭雕 他是臉上帶著有一點微笑的樣子 那如果看過電影的人應該都了解說 星爵這個角色在電影裡面 比較偏向是有一點半搞笑 然後認真的時候又還蠻帥氣的 有一點皮皮的那種感覺 但這個條雕要表現出來的神域是比較憂鬱的樣子 那身體呢可動的部分上半身你可以看到 他手肘這邊是大概可以摺一個90度的感覺 是沒有問題的 手肘的旋轉 那皮的上面這邊有一個肩胛的關係 所以他到這邊就會卡住 頂多只能到這樣 那往前的部分呢也是一樣 大概可以呈現一個90度的感覺 他彎曲的地方是布的 並不是皮的 所以你在彎曲的部分 你可以就不用去擔心說 長久以來你一直擺同一個姿勢 彎曲的姿勢 或者是你常常在摺它 然後會造成皮衣均裂的關係 但是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他上半身是皮衣 那皮衣都有一個通病 他脫皮衣好像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脫皮 第二個你摺久的那些地方可能會裂掉 所以皮衣的保養不管是普通的衣服 或者是我們的玩具公仔型 其實皮衣的保養都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那兩隻手的平局是可以到接近一致的樣子 所以平局的部分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下面這邊 要擔心他是不是拉扯過久之後會有裂掉 那皮衣的中間這邊是有拉鍊的 他其實真的是可以往下拉的 只是因為他是玩具 你還是要比較小心一點 你看我拉開之後是可以看到他裡面的內衣 他裡面的內衣像不像有一個表情符號的感覺 普通人在穿衣服的時候那個拉鍊都擔心說是不是會拉壞 更何況是這種公仔 尤其是這種比較高單價的 你就要特別小心 不要把那個拉鍊的頭給拉壞 心血的顏色我覺得代表性應該就是紅色 幾乎看到後面都是穿紅色的皮衣 所以我覺得這個顏色的皮造型真的蠻好看的 那褲子的部分呢 他就是完全是一個布了 你就不用擔心說連褲子也會應該跟上半身的皮衣一樣會爆 腳的可動呢往後是可以超過90度的 但你沒有辦法去讓小腿跟到底這邊做一個貼合 可動上面還是有一點受限的 那關節部分其實算是緊實的 你可以聽到這個聲音吧 他是一節一節咔咔咔咔上去 那腳部的可動往前踢的話 這樣應該是沒有到一個90度的標準 因為他受限於他腰這邊的一個結構的關係 他頂多只能踢到大概這樣 已經算接近90度了 好那這個就是本體啦 以體型來說我覺得算是還蠻還原的啦 只是這個頭雕我覺得有點差強能力 我並沒有很喜歡這個頭雕 那我們來講一下配件吧 配件的部分 他一共負責三對的手型 加上本體裡面一共有三對的手型 一個是握拳手 然後一個是扣板機的手 一個是抓東西的手 那還有附贈的一個手榴彈 跟一個在跟薩諾斯他們對打 就是要勤助他的時候 有附贈一個 這個算是電能的一個吸引器吧 那還有兩個武器 就是他心絕最常用的兩個手槍 還有一個泡泡的特效 這泡泡的特效就是 就是肯定要求他對他開槍的時候 最後被薩諾斯利用的無限手套裡面的限時寶石 變成泡泡的那個特效 就在這邊也有把它還原出來 那特效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算是這一款無限之戰裡面的心絕 一個最大的量 就是我們的奇異博士特效 另外一款的特效在這邊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閃電 這個閃電其實就是要呼應著剛剛的這個 就是這個有沒有 我剛剛有說到他有一個磁力的 然後可以控制住薩諾斯的手套 所以他是配合剛剛那個道具 然後來衍生這個特效的特效剪 這個如果有無限之戰版本的薩諾斯的話 然後又有其他的鋼鐵跟一些角色的話 就可以把他們湊在一起 然後還原那個薩諾斯被抓住的那個場景 那頭雕的部分一個是真人的頭雕 然後還有附贈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心絕 戴上頭盔之後的頭雕 這個頭雕其實是會發光的 一樣把他頭的後面 後腦的盔甲這邊打開之後 這邊就有一個可以裝電子的地方 然後你裝上去之後 打開開關 你心絕的眼睛就會亮了 這個亮燈其實真的還蠻帥的 我自己比較喜歡心絕戴著面具的樣子 以這次來說 所以我應該是後面都會換成這顆頭 我們還附贈第三個配件 他雖然不是頭雕 但是他是一個面具 就是心絕在戴上他這個面具之前 他面具就會有一個半袋的頭雕的樣子 然後他也有把它發現出來 而且他的面具這邊 前端這邊都是用一個半透明的材質 再來就是我們的地台 這個地台他一樣是延續著無限之戰的風格 就是一個六角形 然後這邊是無限之戰LOGO的樣子 那他支撐架他是一個蛇管 就是為了要表現出可以讓心絕飛在空中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做了一個蛇管 我蠻喜歡這種蛇管的這個支架 因為他可以照著不一樣的姿勢有沒有 你看我可以這樣子摺 他可以摺出不一樣的角度 就可以讓你的心絕有著不一樣的姿勢 你的動作就會有不一樣的張力可以表現出來 那我們最後一個配件就是這個 前面不是說奇異博士有跟心絕做一個組合計嗎 然後就往後躺讓奇異博士開一個傳送門 這個就是他附的這個傳送門的配件 然後還原當時奇異博士傳送魔法陣的這個感覺 好那這個就是這一次的無限之戰心絕分享 無限之戰裡面心絕所使用到一些戰鬥的配件 他其實都有做出來 最主要的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個奇異博士的魔法陣 那也還原出心絕在無限之戰裡面的表現 大概重點部位就是大概這幾個 所以我覺得他配件量是有鑽之有做足的 但是我前幾天看到一個消息 星際異攻隊 星絕也有參戰雷神4 所以我覺得到時候一定會再出一個新版的紅色皮大衣 好那請評論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跟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 我們下次再見 và… 非常 multimedia by bwd6